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是他还加了几个标签 竞飞机场竞致老脚竞 长屏公主 竞致板竞i 能这么大方的自嘲平板身材 郑秀兰也是很real了 看到Sammy这么大方自嘲 容祖儿也评论 郑所谓好评如潮吗 自觉加入长屏公主队伍 Sammy也回复 我们都懂了 好姐妹艾莎也来搞笑凑热闹me too 郑所谓 胸补平可以平天下 苏永康则回复 用好先讲 也不用这样讲 王军先则是暖心评论 上天所创作的我们都很美丽 网友们也纷纷在正式纹身材好 平胸也很美啊 娱乐人看到他发的这张照片 第一感想是 天乐 46岁了身材K的还这么好 平胸有什么关系 但就没有小杜兰这点 已经不知要多少女同胞羡慕了 给大家放几张他的照片 手臂线条紧致 还有马甲线 就书前几天的釜山电影节吧 电影八个 女人以台戏的主创去了 包括赵雅芝 郑秀文 梁永齐 白百合 郑秀文比梁永齐大四岁 比白百合大十二岁 但状态是真的能打 至少他站在白百合身边 精气神要比白百合好很多 甚至看起来要更年轻一些 实不相瞒 娱乐均曾一度是郑秀文为减肥榜价 因为他真的很励志 郑秀文是六岁出道 当时的他和瘦其实不沾边 体重超过一百斤 是有人人的脸的可爱女生 他曾说一九九一拍 浪足火少爷 因为太胖而占据大部分画面 跟剧中眼妈妈的演员身材很相似 那个时期他被观众称为肥脉和臭四 之后郑秀文开始减肥 每天只吃水煮青菜 或者每天只吃一个苹果 最后瘦到只剩七十八斤 还因为过度减肥 患上了肖状 他当时被搞没称为排骨凶 照片看起来是真的可怕 后来他患上抑郁症 工作停了几年 曾经看到跑步机就会先生不适的他开始跑步运动 现在他有个绰号叫八公里小姐 因为他之前每天都要跑八公里 除了八公里他也会进行高强度的运动 如果想要减肥的朋友 可以关注他的微博 他会经常分享自己的运动点滴 你看到他运动学货运动后 打汗淋漓的样子就会想 他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因为有高强度的运动 所以就可以开心享受美食了 据说郑秀文厨艺非常了得 让老公是治安散不绝口 他经常在自己的照片 身材很好 是很健康的瘦 有锁骨 有肌肉线条 有马甲线 真心让人羡慕 说起来 郑秀文绝对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甚至有人封她为香港最后一个天后 80后听港月的人 应该或多或少爱过郑秀文 郑秀文16岁参加比赛出道 18岁发第一张专辑 19岁发第一部电视剧 虽然当时观众缘一般 但也算顺风顺水 尤其在郑秀文减肥之后 成功在月台杀出一条路 专辑卖空获奖无数 更是全港第一个拳头染金疤的女星 之后她进军影坛 和刘德华拍的孤男华女 瘦身男女 相信是很多人的回忆 感情方面 出道不久后 郑秀文就和前辈许志安互生情愫 之后就在一起了 两人是月台出名的爱侣 2001年 香港十大金歌金曲颁奖典礼 许志安和郑秀文 同时获得了最佳男女歌手奖 许志安云奖后发表 了另无数人 感动替零的厨房宣言 她说 有一个人我要多谢 几年前和她在厨房里 我同她讲 有一遇你拿最受欢迎女歌星 我拿男歌手奖就好咯 他跟我讲要用心去做 只要相信自己就行了 想不到今日 多谢你 当时台下所有人起身为这对恋人鼓掌 郑秀文已经气不成声 然而到了2004年 许志安公开宣布分手 十三年情段 郑秀文后来回忆 说 是因为自己在感情中太过强势 然后是她突发哮喘 一度停工 之后拍电影《长鹤歌》 拍摄期间哮喘复发 再加上杨银严重发言导致口腔溃烂 当真是苦不堪言 因为身体状况差 曾经在长鹤歌角色里走不出来 他患上了抑郁症 被拍到暴肥 脱发等各种丑照 还一度有传言说她已经离开人世 郑秀文沉寂了三年 这三年里她就一直看书 画画 写作 治愈自己 她在《明报》有个专栏 用来分享自己的文章和画作 2007年她付出联开了八成演唱会 在演唱会上向歌迷大声 读出了写给自己的信 她说你的勇气回来了 2011年 许志安和郑秀文宣告复合 其实分手后 两人一直是好友多有互动 郑秀文保持单身 但许志安就曾和助手潘恒章 模特余德林在一起 许志安和余德林分手后 助手潘恒章说 我像她的管家 余德林只是一尺新鲜 而郑秀文才是她一生最爱 2015年 郑秀文向朋友表示 可以叫我许太了 兜兜转转24年 郑秀文终于成为安仔永远的许太了 现在的郑秀文爱运动 爱美食 爱笑 因为经常大笑 贴合粤语那句 笑到四万咸口 笑容就像麻将牌里的四万 所以她现在被赶眉称为正四万 文章最后 希望每个人都有能力和勇气 活成更好的自己 就用郑秀文终身美丽